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在成熟市场稳定之下 其实就比较容易令港股有一个明显的反弹浪 其实整体来说我们觉得除了我们内地的一些政策 其实宏观面都有机会配合 例如我们会看到美汇指数 如果一直保持在103以下 其实有机会令到很多新兴市场的货币 其实都会慢慢向上回 第二就是其实大家都会看到 美国十年期的国际息率 其实如果上不回2.8 就是由高位3.2 其实如果上不回2.8 其实这两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十年期的国债 还有美汇指数 都有向下的迹象 都是对于中港股市有利好的迹象 在这个层面底下 其实我们甚至之前在你们另外一个节目都有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中港股市和美股上面有个周期性上面的落差 就是说中港股市是很多 就是无论金融、商品、债券市场 其实就和美国的周期性上面的周期 差了大概一个周期的区分 所以简单来说 其实你会看到中港股市是债券市场 先见底 先过外国 第二 所以我们相信股市都会外国的股市 始终中港股市在这一刻 其实如果短线里面 其实恒指有机会终于突破过去三个月的整固三角形 如果它站到20400流上 甚至突破5月初的高位 就是21400流上 我们相信就会有个气氛上面是突然间大转好的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当市场气氛转好 我们相信大部分的板块都可以利好 但是当中可能其实国七最近都出了很多 但是我们觉得用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不如去选一些和零售相关的 经济数据敏感的板块 可能会做得好一点 例如可能新能源车 那相关的产业链都会有机会理好 其实我会预期 预期触国策 就不如触个经济的活动 可以开始转好 那就拨打整个中国销售 那些市场销售的数据就是4-5月就是今年的低位 所以甚至刚才就比较做一些实业一些 如果你说做一些科技增长股类型的 那其实都可能可以去考虑的 因为大家都会留意到 无论可能巴巴出的业绩都给人的感觉 有些见底的感觉 但是如果参考过去这一年多 原来内地的 retail sales 就和科技指数或者金融指数 的敏感度是非常之高 所以如果好像刚才的说法 只要内地的经济数据回涌 那其实应该就整个科技增长股 就会跟着零售数据开始见底回升 那刚才也提到 其实可能一些中国的科网增长股 就可能有个见底回升的迹象 那当然今天 就是刚刚阿里巴巴传业绩 可能大家比较留意一点 那首先我先说明 那其实我自己就不是特别觉得 阿里巴巴会outperform整个指数 它应该会同步 但是始终它一个权重比较大 大家可能外资都会比较看它的 因为例如MSCI中国指数 那些其实它的比重都不低 所以看着它来当是整体的一个 其中一个指数 但是整体来说 其实无论巴巴 还是其实之前出过的好几间的业绩 都出现一个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的数字都不是漂亮的了 整体来说大家都跟市场预期差不多 就是你说是不是一个好客人 不是 但是最少给人的感觉 都是有一个见底的迹象 但是很可惜 你要我去找一些亮点 找不到 是的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就用一个宏观 最少给人的底下 强谈一些故事 但是阿里巴巴现在用股价去看 它都在走一个整股三角形 其实很多ATM股份都有类似的迹象 你当阿里巴巴如果拿香港这一只 可能拿着大概85元来做短线防守 那你上去看的 其实无论这一只股份 还是其他的股份 都是看着五月初的高位 会不会突破到 接着一步一步看的反弹 应该如果就着刚才整个宏观面去看 如果内地疫情管控的迹象 是如期发展 就是慢慢的经济活动是见底回升 那未来应该一个比较大型的反弹浪是会出现的